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摩扣片直播正向暴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能夠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傳播出去 講一下印度 剛才講到萬夫莫迪 萬夫莫迪他現在做了什麼壞事呢? 其實他就是... 是不是跟萬夫莫迪是?我認為是 是不是真的呢? 印度主要的反對黨 國大黨 其實這個國大黨之前長期都是執政的 那麼 現在就是在印度大選前幾個月 銀行戶口 就被稅局凍結了 這個就是... 你說是不是萬夫莫迪做? 我覺得是的 就是我認為萬夫莫迪下了一個指令 令到國大黨的銀行戶口被凍結 所以... 這個就是... 印度那一套權 萬夫莫迪他用盡權的時候 你其他人都會遭殃的 因為國大黨 糟糕了 哈哈哈 但是他在說出來 這個也要說 幸好就是他在說出來之後 銀行戶口 就神奇地解凍了 哈哈哈 這個是不是很笑呢? 這個國大黨 他們的領袖 就叫做哈格 這個國大黨領袖 他們就說 萬夫莫迪政府凍結我們這個國大黨的資金是對民主的攻擊 哈哈哈 那麼 印度的政府和 以及 IT部門 就是Income Tax Department 不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是稅局 還沒有 對這個指控做出回應 那麼 國大黨 國會的領袖 叫做馬肯 他星期五的時候就跟記者說 我們國大黨兩天前就被銀行說 說了給我們聽 寫的那些check 過不了數 哈哈哈 寫的check過不了數 接著呢 還有就是調查了之後 國大黨發現了 所有銀行戶口都凍結了 所有銀行戶口都凍結了 其實現在 他們是可以用一些錢的了 這個就是 稅局 他就說你都可以用裡面的錢 那麼 這個 馬肯先生他出來說 他說我們那些錢是私上眾籌的 青年黨那裏 那些會費 全部都凍結了 然後這個馬肯先生他出來說 我們沒有錢用呀 這個國大黨要交電費 要交員工的薪水 我們沒有錢呀 還有就是 他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受到影響 為什麼稅局會做這個行動呢 就是 2018年到2019年 這個索德稅申報表 遲了45天 遲了45天 這個稅局就要求 這個國大黨 他就交 21億盧比 21億盧比是多少錢呢 是2500萬美金 所以你說印度他是不是 特地針對中國公司不讓他 拿些錢呀 漏稅呀 我告訴你印度是很糟糕的 究竟誰做這些事根本都不知道 你說是不是萬歡莫迪 如果真的萬歡莫迪 他又沒有理由 就現在立刻放寬 讓他用一些錢 整件事很離奇的 印度什麼都會發生 這是神奇國道 我告訴你 他說要付2500萬美金 哇 哪有這麼多錢呀 那麼國大黨的 領袖他說 在星期三的時候 在這個星期三 法院就會聽取 就是 要求這個 這個 Income Tax Department 他就 要給一個 臨時救濟的 可以用回戶口的錢 但是 他們那個 這個 一定要說 國大黨他們的大佬出來說 他們說可以用回一些錢 所以這個報導也很矛盾 有人批評就是萬歡莫迪 領導的印度人民黨 這個BJP 在選舉前夕 利用國家機器針對反對派的領導人 莫迪和印度人民黨 都否認了這個指控 究竟是不是他做不敢說 我最初一看也是認為是他做的 但是 很難說的 也感謝Ritter Ho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他也祝各位網友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初八大家發發發 多謝你的支持 很感謝你 Ritter Ho 非常非常感謝 萬歡莫迪 萬歡莫迪 他會不會做這些事 我認為他是會做這些壞事 我的看法也是 但是是不是肯定 我不敢肯定 哈哈哈哈 即是凍結別人戶口這些事情 都可以做出的 我看到我都覺得 怎麼搞的 也是很離譜的事情 有人一定會說 他是漏稅嘛 但他 不是啊 他有報導了 所得稅申報表 他遲了45天 他不是沒有報 遲了你也可以凍結戶口 哈哈 這些真的是神經病的 遲了就最多罰錢 哈哈 怎麼會凍結戶口這麼誇張的 是不是 如果是做到這樣 就太離譜了 那算了 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 就應該說一下 其他話題 那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會成功 煞車 稍後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